大家好我是Challin 這次要來介紹 在RO仙境傳說中 關於斬首在150等時 使用十字斬這個技能 在幻影歸導練功的配裝與實戰分享 十字斬這個技能的優點是 在幻影歸導這練功時 有時候人比怪多 等到聚集好怪物 要使用迴旋刀刃轉圈圈時 呆呆都要結束了 而這時候如果使用十字斬 一遇到怪物就可以直接賞他個痛快 在練功的效率上 有時候反而能更高一些 那麼主委會先介紹裝備配置 之後會實際演練一下 練功的情形 在裝備的部分 大家可以將之前迴旋刀刃流派的裝備 挪過來使用 需要修改的部分不多 在頭上的位置 因為十字斬這個技能 比較不適合吸收裝 所以可以改成蜘蛛的魅惑 黑柴犬帽 或是任何有家ATK的裝備 未來等級到170等時 也可以使用三十頭來增傷 再來是頭中的部分 之前提到的杜尼爾挖鏡 卡片本身也是有加十的ATK效果 所以可以沿用 換成五三精髓也是一種選擇 頭下部分 如果沒有預算可以直接空著 或是戴個口罩來保護自己 資金充足的話 可以上天狗套來增傷 或是巨神蟒蛇的氣息 這個裝備得搭配巨神蟒蛇披肩 才會發揮作用 稍後在披肩的部分會做說明 衣服的部分可以沿用 加七附魔STR 攻擊 冰凍的艾克外套 如果資金足夠 可以購買加七以上 永線系列鎧甲 能給予30%的破旁效果 而未來開放的 換向機甲A型 可以附魔兩個ATK改造模組 這件衣服再加90 如果又附了兩個改造模組 ATK能獲得 100加40加50加50 等於240 哇賽怎麼那麼多 而且還有10%的ATK 外加移動可以插卡 這件換向機甲A型 也會是個好選擇 不過附魔的道具也不好抽就是了 T肩可以沿用3攻擊艾克推進翼 或是3抗地鼠 3DEF接可 如果資金足夠 可以使用之前提到的 加九勾鼠背包 另外還有一種選擇是 插鉤鼠卡片的巨神蟒蛇披肩 附魔選擇STR的即可 這個披肩如果搭配 投下巨神蟒蛇的氣息 可以在存STR每20的時候 增加5的ATK 以STR120的配點來說 能夠拿到30的ATK效果 和加九背包是一樣的 是組不錯的套裝 接下來是鞋子的部分 原本使用的是 豆漆光束瞬移力量靴 這邊要沿用也OK 或是使用只附了鬥漆附魔的力量靴就好 因為光束瞬移不小心發動的時候 每秒會扣SP 對不利於吸收型的十字斬流派來說 會消耗多餘的補品 而在飾品的部分 可以沿用插黃金甲蟲卡的 幻影力量戒指 或是強身健體戒指都可以 而在武器的部分 這邊要介紹一張卡片 真十字斬首蛇卡 效果是十字斬傷害加20% 如果武器為四級武器 十字斬傷害再加20% 如果武器紀念值加10以上 十字斬傷害再加20% 一般都會使用 加十夜聖魔的雙子銳劍 這把武器是四級武器 可以附魔鬥智 本身自帶火屬性 很適合在幻影歸島一樓使用 R刀本身有三個洞 可以插上三張真斬首卡 在加十三倍真斬首卡的情況下 能對十字斬增加180%的傷害 有些玩家會選擇加十三倍真斬首解剖刀 一來是比較便宜 而且解剖刀是短劍 在打小型怪物時不會有懲罰 但是未來如果要用十字斬打王 王多數中大型 用R刀在體型上會比較吃香 而在左手的部分 因為不會計算到武器的ATK 只會吃到左手武器給予的效果 所以可以使用四動短劍 插上真傷的卡片 這邊使用的是 尤爾根卡 效果是對動物增傷15% 艾格尼斯卡 效果是對小型怪的物理攻擊增傷15% 如果搭配尤爾根卡片時 對小型加5%傷害 和動物型加5%傷害 剩下的兩張卡片 則使用哥布林卡 效果是對動物增傷20% 用了這把短劍 就能對小型增傷20% 和對動物增傷60% 如果買不到尤爾根套卡 也可以使用一張沙漠之狼卡 搭配三張哥布林卡 增傷效果也是很高的 這邊有一把武器推薦給沒有破防手段的玩家們 那就是破甲短追 它的效果是將敵人的DEF除以2 加到自己的ATK上 然後以無視防禦的狀態 去攻擊敵人 要注意如果拿破甲短追當副武 就不要穿有破防的裝備 不然效果會受影響 介紹完一般裝備之後 接著是影殖裝備的部分 在頭上依然能夠使用 附了十字刺客時的帽子 它提供了20的ATK 頭中和頭下則可以替換成 附了攻擊時的服飾 效果是對全種族的物理傷害加1% 披肩的部分可有可無 如果穿了斬首時披肩 可以和十字刺客頭上做搭配 有2%機率吸收SP 運氣好時可以吸個魔省點補品 而其餘的6個位置 可以直接使用斬首6件套 主要是拿取全數值加10 和50%破防的效果 那麼接下來就實際練功看看 首先介紹的第一套裝備 重點在於不使用真斬首卡片 只使用破甲短追當主武器 副武使用剛剛提到的真桑試動短劍 然後將斬首6件套拔掉其中一件 不然會影響破甲短追的效果 衣服和披肩都使用之前的愛客套 這套配置優點在於武器便宜 更換的部位也不多 來看看發揮的效果如何 進到幻影歸島之後 一樣先吃抵抗藥和火肯 接著要注意的是 因為待會要使用連斬的技巧 而攻速在159-179之間 比較方便進行原地連斬 所以如果攻速超過了 就不用吃覺醒藥水 另外一點是 即便我們的DEX點到了90 還是會有命中的問題 建議吃個料理或是卷軸來提升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配置 在打沒有克屬的果樹龜傷害是 10-11萬之間 而果樹龜的血量約51萬 所以得斬5次才能KO他 我比較習慣使用 原地二連斬加上錯位第三斬 接著再一次原地二連斬 總共5次十字斬 而關於連斬的技巧 主委會把睫毛大大的說明影片 放在說明欄中 讓大家學習參考 簡易的原地連斬 只要釋放完第一次之後 稍微等一下再釋放第二次即可 節奏上只要多練習 就可以輕鬆達成了 而打克屬的岩石龜 傷害可以來到20萬左右 岩石龜的血量在59萬 所以要斬三次才可以解決他 一樣使用原地二連斬 搭配錯位連斬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沒有破防的裝備 可以試著用這樣的配置 搭配著十字連斬 來幻影龜島這練功 接著是第二套裝備配置 這邊我們將武器換成 加十三倍增斬首卡的阿刀 然後將影子六件套穿上去 其他部位不做更換 來試試看這樣的傷害如何 因為主武換成阿刀 攻速會下降很多 不容易達成原地連斬 記得先喝個覺醒藥水 在打果樹龜無克屬的狀態下 能達到25-27萬左右 所以可以直接原地二連斬 來解決他 而打克鼠的岩石龜 傷害若在40萬左右 無法一招解決他 還是得使用二連斬 和剛剛的破甲短追相比 可以較輕鬆一些 不用瘋狂連斬 不然打完一呆 手都要廢啦 接下來的裝備配置 重點在打克鼠岩石龜時 可以一招秒掉他 頭中和頭下的部分 更換成天狗套來增傷 衣服的部分則改成 加9力量湧現 披肩部分改成加9勾鼠背包 讓ATK更上一層樓 服飾部分不做更動 讓我們來看看傷害如何 在打無克鼠的果樹龜時 傷害若在36萬左右 還是得二連斬才能解決他 而打克鼠的岩石龜傷害 約在60萬左右 可以一招把他斃了 這讓練功的效率提升不少 也因為可以一招秒岩石龜 所以如果同時遇到了兩隻岩石龜 也可以運用原地連斬的技巧 一次將他們解決掉 水啦! 希望藉由這次的影片 讓想在幻影龜島這練功的斬首們知道 除了原本的迴旋刀刃之外 還有這麼一招好用的十字斬 他可以靠著便宜的武器破甲短追 以及連斬的技巧 在幻影龜島這練功下去 當然因為是單體技 別看到一團怪物就興奮你衝進去 不然會死得很難看 也因為少了吸收的特性 在補品上就得準備準備 各有優缺點 在熱門練功時段 怪物不容易聚集 就很適合這樣的練功方式 在此分享給大家 如果對於裝備有任何想法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下禮拜即將開放幻象的裝備 如果尚未開始製裝 也可以晚點再進行 到時候也會介紹一些裝備給大家 我是Charlie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